之前有一個關於自製ELI,有朋友問,金融產品的做法又易又可以,又難又可以 其實有沒有很多解釋呢? 因為他也聽很多財經台的節目,又不太知道 其實是賺多賺少的問題,是否真的這樣呢? 我又聽到一個人在說Cover Call Cover Call是什麼呢? 原理就是你買了一隻證股 你買了一隻證股,覺得短期等待的時候,又未到自己的心水的價位 你便想賺少一點,又要推銷一個Call 在上面 例如你100元,那110元便會沽了 未到價前,我就會不理會 我推銷了Call就是110元 其他人會推銷走貨外,你亦都會同時間收到期權金 這就是Cover Call的概念 很多人在坊間後來想到這個概念 其實很多人在坊間後來想到這個概念 很低位,高位,收到Call 我就上下,其實領得準 其實曾經有一個階段,通常 在10%的跌坊市場,可能這個 transaction 是微時 procedural 的 cash 也稍微有彈势 模樣說呢? 因為大部分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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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上下骑手,当年在Rain Trading 时会有得益,而你坐了一副都是货,其实是等不到钱收的 所以这一点的确我都不可以否认,就算是公司银行业,经常都会有的 就是因为坐了一副都是货,慢慢等你倒架沽,而这一点正正是配合了什么呢? 就是因为隐身波幅,即是当中的波幅,对你来说本身是不重要的 而对一个Diried Trader来说,隐身波幅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你计划一些你觉得不值钱,而他都值钱,即是他都值钱所以可以帮他买 但其实你是没用的,因为你可能要上班,做其他东西的时候 根本就不想理这件事,只是想用备用式投资 当然在这个角度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大市可能不止 五、六十%,可能七成至八成以上都是Rain Trading 甚至乎有八成半,但是为什么说八成半是Rain Trading 为什么不每人都做呢?因为真的爆边的时候 他动的波幅是远大,因为Rain Trading所赚到的钱 所以其实Net可能是差不多的,除非你掌握到什么时候是爆 什么时候是Rain Trading 通常用一个Sharer的人都很少转型的Sharer 你要这么灵活,变通的人就会少 所以搞搞牌卖,可能是有个Gap用来试数多的 所以我反而想说回 如果说你们真的很想做这个Rain Trading 即是Sharer Call 你要首先想想什么 譬如现在会不会是一个时代 应该做这个事情 通常Rain Trading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集中在一些 刚刚开始对上一线股装园 平静下来的几年 其实这个方法通常都不太差 因为它都是静静的,未开始爆上 你想想可能是2008年 到2013年,2014年 其实都是那些可能不是很夸张的 到2015年才开始爆上 如果你说我2015年立刻转 进出的策略,一落就会发达 是的,但你现在后面看就可以了 那当时是否真的可以融入到心情呢 真是很难说的 所以,有几样东西 如果你真的要做 要留意的是什么呢 一,就是你 因为我不说美国 美国通常都是容易做些选择 但如果譬如香港 香港首先要找你想做的 Star Option 你首先要有个期权户口 因为一定会有个期指期权户口才能做到的 也有很多,跟股票不同 可能它开开的时候 有多些问题要回答 古灵精怪的东西 有多些东西要做 那你要留意 而且因为你是sell 即是你没有货就sell 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自己的概念 因为通常你有货就是卖东西 没有货你都要sell 那你要解决这个概念 因为它不会stop你去sell 因为直接是sell到的 它也是用margin的形式去做的 所以要留意 所以要留意 那其实呢 这里就给我 Star Option List 给大家看 其实呢 在香港有一堆股票 在港交所的网络 你会看到 有一堆股票是可以做option的 不是每个都可以的 你会看到 这些就是通常的大名 你会看到 就是像长江啊 汇丰啊 就是 騰讯啊 港交所 那些 其实全部都有stock option 是可以做到的 有些二线的都可以 就是你可能这些 那些民生 不是二线的小米 都有它的stock option 就是你可以 例如你想做AIA 有邦 有邦可能很多人都会做的 那其实呢 你会看到 就是你首先 有心水在哪里 就是你想做的股票在哪里 如果你做真的可以的话 我觉得 就是做这一类型的战术 第一件事就是 要做几只 而是做一只 就是呢 不要一只重注 就做几只 因为呢 你的range 的东西 就很难说 有一只爆边 其实大部分时间 一只都呆的 除非你选择同一个sector 一只一起爆 起码你有些分散 四五只以上 可以令到你突然 一只爆边走了 你的portfolio 就比较好 那你也可以 改变对爆边 那个sector 的战术 你会比较靈活一点 首先 不要习不习 这个什么时候都是 但是 你从来都没有走鸡 那第二个就是 究竟 有些什么 你会觉得 值钱呢 例如我举个例子 通常你会觉得 那些东西 怎样值钱呢 就是 其实呢 腾讯 你不要看那些 historical water 看回忍生波幅 其实有很多 走在 20 24 5 你会看到一条线 23 45 走来走去 这一类型的 产品 就是 推出的东西 你才会有 premium 如果你可以玩 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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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 20 Hey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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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是銷售的時候,就變成沒有什麼期權金收 我覺得如果你自己選擇股票之外,即是有潛力的股票想去做的時候 你都覺得,選一選限發覺有些有range feel 的東西 你可以做這個戰術的東西 所以我建議大家最少選20多多多以上銷售 以後才有些肉食 如果怎樣分散20多至20多多多的風險 就是一次去做幾隻 當然你本身本金可能會比較多 但也會比一個銷售,只只售一隻會比較穩妥 其實我的看法,究竟真的 例如是否真的一波騰訊,是否有20多多呢 其實一年來的高位是400 你看到這裡,由四月到現在,由400元 由長京低位去過,310元 其實你中間有90元的距離 其實本身就算是一年半年計算 可能是20多多的水平 即是真的在一個中族 可能是30-60元左右的中族來講 35-60元的中族來講 它真的複了這麼多 可能上下的10多% 就做了20-30多多的水平 即使你坐正股也好 即使你做一些範圍的方式 可能你95%去銷售 105%去沽 即使你能夠這麼聰明 坐過貨 這裡又沽到,這裡又買到 當然是發達,做幾次 但沒有那麼完美 那你的上下波幅做完之後 其實它實際來說 股票的確有提供這個波幅給你 即使你不幸運 在這裡和這裡 你自己是這裡和這裡 你就輸了20多多的波幅給它 那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你在過程中 成不成功去到這件事 當然買Stop你都會坐艇 其實它實際的波幅可能真的走得高 去過20多多的波幅 在短期內 那你當中 你覺得值得 把這個波幅沽給交易員 那你就要考慮 在它的角度 其實它現在賣了 在這個角度已經贏了 但你是不是真的值得 沽你這個Empire Wall 如果是的 你就可以照做 或者你其實 我真的不想看 只是想 有空收租 但其實 如果你不想看 收租的情況下 這個現實一定是它的風險 因為 不是說東西都在那邊坐 我可能突然 可能騰訊 遇到什麼東西 遇到200元 那你就 證明你坐 現在Eastralia 都坐 所以你就要 想回 你是不是真的想 這樣坐下去 我就是一直坐下去 銷售 還有還要留意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人們就會說 我100元就買 110元去沽 但 譬如你100元買完 110元沽 沽了 那你下一個 即是Sell Put 在哪裏做呢 是做105 做110 還是怎樣做呢 你沽110元的時候 就股價是130元 那你下一個95% 就可能是120多元 或者110多元 那你是不是想 這樣做呢 即是你 你是不是真的說 我一邊做 一邊做 一邊對上做呢 變成它下降 你一邊銷售的時候 又越來越銷售 其實呢 這個 有一個邏輯上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你一邊跟著你的股票 一邊走一邊走一邊走 其實呢 你整件事都會跟著你的股票走 這樣做 因為 即是它上去 你又用回它的95% 這樣做 你就會一邊 一邊follow著 所以呢 也要留意這個問題 即是你的 你的戰術語 用percentage 它會一邊跟上下 跟下 這樣就跟股價是 共生死和買股票差不多 其實 即是你這樣玩 跟直接買股票 不相差太遠 即是只上上下落 就變得吃光它 即是它大過你的百分比 那是沒有意思的 那這個呢 就是要留意的 那其實 這類型的戰術 第一件事 可能你是要 找股票 是有些食力 但又沒有爆邊的情況 那可能坐在這裏 又不會突然大鐵 又不會大升 那你覺得它那個時間值 是值得銷售給它 那你就坐在這裏 那你做這件事 那當它爆邊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 究竟它實質性的爆邊 是禮真 還是都是漏的 那即是當你沽走了 你手上的股票 即是剛好 GIFT有一天 可能90%層坐到的股票 那這樣 收回Cuffer Call的時候 那它沽走的時候 那你還要想回 那我是不是真的爆邊呢 那這東西 是不是行業有些不同的呢 和你之前的估計 是不是還在走 那是走來走去的那樣 那你要首先 或者是接觸一下 因為在那個時刻 你就要決定 你還要買這東西 玩的話 你應該直接去買它 還是還是用那些銷售的方法 因為銷售的方法 就是等於你永遠都 不太買到它 即是它怎樣升 都吃不到它的浪 那我覺得呢 在Ring Trading 第一件事 就是當它覺得 已經過了你自己心目中的Ring 你就要研究一下 是否應該說 我是否要追入 當然你要進取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 包括不同的資格 或者會有不同的I.T.A. 但是 這個我覺得 個人認為 首先 就是不要太停留在 說我長期這隻 一定是死 這輪都有Ring 它的Ring 但是沒有時間 當它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訊號 你究竟有什麼決定呢 這是最重要的 那我想今天就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 和分享我的頻道 在那邊